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赞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叫什么名 那时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很有感觉 对我来说就很有共鸣 然后我就去了解它歌词的内容 然后就去揣摩一下感觉 然后就总结有一个画面这样 他情感的那个张力真的是太丰富 好像在听CD一样 看他比赛我有点 不会想到当初肖静腾在比赛的那个样子 唯一能挑剔的就是你的肢体一些动作 我的肢体比较僵硬啦 可能就在台上那个showmanship还不是很足够 就可能去看一下肖静腾现在的表现 跟他以前的对比这样 你声音的处理跟细节处理 跟苏银芝有很多共同点 你一定要想办法跳脱出Wincy的那个感觉 这个很重要 有一点遗憾 其实老实说我有苏银芝的影子 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第一次听 可能唱这一首歌的确是有一点点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在模仿他 我是在唱我自己想唱的东西 就别再为他流泪 别再让他操控你的伤悲 背景你的那个气音 可能是如果练得好是你的优势 可是不好 真的会让你觉得很虚 整个东西听起来没有所谓的起承转痕 把那一行都在大雨等着 你声音的 我觉得我没有把整首歌发挥得淋漓尽致吧 我可以再唱得更出来一些 对自己要更有信心一些 对然后把该唱的都要唱出来 下一场一定要这样 想哭的时候你是否 其实我不会怀疑 然后真的是有一点高难度的 其实我比较喜欢你低音 比较静态一点的 还听到情感的存在 可是一到爆发点的时候 我就听不到情感在哪里 自己会认为你后半段 其实唱的是最好的 可是相信我们四个都一直认为 你前半段其实唱得好 对 有什么借口可以让你想 记者不要太注重技巧 因为唱歌其实是感情 情感比较重要 一开始听他唱歌的时候 我有看到一点陈奕迅的影子 我觉得你唱到很好 你真的唱到很好听 我对着自己开了一枪 唱歌唱十年我会 就很难得在这个舞台上有 有找回当初的那种热忱 就唱到时候要想象 你所有受过的伤害 然后就恨不得 自吹自己的心感 就很多很痛的时候 我也想去挑战一下 这样通 这样通是多通了 你都还没有办法跟大家 达成一个关系 你就做太多这些很炫技的东西 因为你花太多的精神 想要去做那个互动的东西 反而在自己Vogue方面 可能你的掌控 就比平时逊色多了 在台上就很高 看到观众都一起这样子 然后就把那个互动时间弄长了 到最后那个Bang就 我们就不能互相的配合得很好 然后你的鼓劲 然后你的鼓劲 那个哼 有点粥一点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能不能够 稍微停一下来进最后一句 那边 OK 可以的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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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 什么 我 是 你 yg 啊 我们 我